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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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小龍的雞, 要不要跟人走 你說我是不是很過分 如果我回答你不是 你是不是會比較好 我霸佔廁所不讓他用 氣得他走去跟姦夫住 你說我這樣做是不是很笨 傻瓜 如果我回答你是 你下次是不是會聰明一點 現在我問你 你又句句反過來問我 那算怎麼樣 如果每件事都有他的答案 我想你不用問我了 你怎麼這麼乖 門鎖也壞了 小超, 不要進來 門鎖壞了 來吧… 出來吧 私家廁所都去不了 做人沒有出路, 怎麼辦 小超… 什麼事?全哥 小超 你幹嘛收拾行李?連你都要走了 我不是跟你說了 我簽證快要到期 要上去續期嘛 你忘記了嗎? 是呀…你說過 工作多了, 忘記了 還有, 我這次上去會多留幾天 順便看看有沒有賀蘭哥的消息 這樣也好, 與其在香港等 不如上去碰碰運氣吧 找到就最好 找不到就當作玩幾天吧 有尺尺痛 怎麼樣?你又去不了廁所嗎? 你沒喝過黃金菜嗎? 有, 喝了 都不知道幹什麼 昨天在辦公室也好好的 回到你家裡又去不了 當然了 你只顧著跟玲姐鬥氣 都捱到一套氣了 激走人的心當然捱著捱著 我想她散心的人是你 對呀, 走開幾天散心也好 我陪你回去吧 你和玲姐鬥的 有小狗心和阿鑑在這裡看著 他兇得什麼樣子 況且我是你老公 我不陪你, 誰陪你 你好… 好安靜 那臭小狗去了哪裡? 飛走了 飛?飛去哪裡? 他說要跟他一天早上 回大陸申請簽證續期 所以就陪他飛走了 臭小狗 跟他結婚三年 他要陪我回加拿大探媽媽、爸爸 他不是說沒空就走不開 現在跟人家結婚幾個月 就去陪人玩, 連公司也不管 說我一串, 你就對得到我了 喵喵, 你經常冤口冤面地對著他 難得清靜幾天就更好 況且就讓他風流快回買幾天 你不是要我教你, 是嗎? 他現在不在這裡 你就乘機搶他的生意 什麼?他現在棄手戰場 你要盡力搶功 我已經看過一盤數目了 你不是欠很多數目了 你整整幾天搞幾個功能 一定穿得上 你以為那個臭小狗跟那隻招 回鄉下真的搞簽證 還是趁機去補回Honeymoon? 你管他這麼多幹什麼? 你想想, 搞Dinner for 8 還是搞你最難手的武會好過吧 隨便吧 喵喵, 打鐵要趁熱的 就這樣說吧, 先搞Dinner for 8 然後搞舞會 Ivan那邊你去訂桌 我就負責找客人 沒有我不會跳的 不過我幫你看看這個Dinner for 8 易先生, 你這樣不問自取 不覺得不好意思嗎? 也覺得, 所以打算和你交換 什麼? 蜜糖水, 清熱解毒, 適合你 還有, 中醫師說 女人喝這麼多生冷的東西不好 對我這麼好, 想收買我嗎? 這樣也讓你看得出來 你氣死吧 看在一杯蜜糖水睡覺上 我剛才跟Mail吃完午餐來 說我嗎? 他就會覺得你改變了很多 開始感覺到一些安全感 不過他始終擔心 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在一起生活 你知道吧 一個女人婚姻失敗過 每下一步路都會很小心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和Mail在一起 你就要自己想辦法了 我知道我應該怎麼做 謝謝 好久沒試過煮這麼豐富的晚餐 還要和我這個新手合作 也不算太困難了吧 這杯是什麼?剛才不覺得 你看看就知道 這杯禮物放在廚櫃很久了 打算讓你自己發現 誰知道最後都說要親手送給你 你說多不浪漫 是什麼? 一份包含了我願望和誠意的禮物 你的心理準備手打開 Ivan,我知道你為我改了很多 還有做了很多事 不過我之前跟你說過 我還沒準備好 我明白 兩個人合不合得要考慮的事很多 就算多喜歡對方也好 不可以一起生活始終還是沒用 你也是這樣想嗎? 所以為了證明我們兩個合得 我決定搬回去跟你一起住 你放心,我知道你需要的空間 也不會想你一下子可以接受我 我只想嘗試跟你做同屋主 讓你開心和不開心的日子 我都在你身邊 你放心,我會睡客房 不會騷擾你的 那這間屋根本是你的 你是主要我是客人 我也沒權說不 那份禮物你先保持著 到準備好的時候你才拆開 以後我會兼職做賓仔 這個同屋主算是這樣的 賓仔就不需要了 我現在就需要你幫我吃完這裡的東西 吃完這裡的東西起碼一個星期 那你坐在這裡一個星期吧 吃雞翅吧 什麼?這樣不就是同屋? 你一時又說要保持距離 一時又同屋,你真是變得快 嚴醫生,你有沒有聽我說清楚 我和Ivan只不過是分房睡的 不是同屋 你可以說是同一屋善下 就像你和Carol一樣 分房睡,就是有得看沒得吃 可以這麼說嗎? 其實根據非正式的統計 男人每兩分鐘會有一次性幻想 就是說Ivan對著你 每天會有七百二十次的性衝動 就算可以引到七百一十九次 也會有一次致命 是嗎?真的很禽獸 拜託你們,男歡女愛的程度弄事 就算真的是什麼,也很正常 現在是什麼年代? 我告訴你什麼年代 現在是愛之年代 你這麼濫鬧,很容易患到性病 萬一患到愛之 那時候你哭也沒問題 就是了,人家和老公結婚才有才有 做女人不能這麼隨便 好,來吧 大家不記得了嗎? Mama和Ivan之前是拍過拖 他們根本不是第一次 對,他不是第一次 發聲 各位…當你們在討論 某人和某人的性關係的時候 你可否理會當事人的當事人 我知道… 對不起… 我也不說這麼大聲 因為本人結婚了 說起這些特別興奮 好,原諒你… 不過說真的 其實關門了 你和Ivan做什麼都沒人理會 最重要的是你們兩個開心 雖然Ivan為我改了很多 而且很遷就我 不過反而覺得我們好像兩個世界人 我好像不太懂得跟她相處 她未必是… The One Karen,你不是和Ivan帶情侶 拍過一套什麼… 火星撞地球的戴呢? 什麼火星撞地球? 是金星火星交流團地球一日遊 是靠一些情侶 怎麼學習男女相處之道 你和Ivan是愛情高手 肯定帶Ivan有份拍的 借來看… 不好意思,你是魚港岸的老闆娘 你也要看 不好意思,老闆娘也要學習 自我增值 行了,我遲些拿給你 不要遲了,不如現在一起上去拿 好嗎? 謝謝… 謝謝,賣單 我進房間拿給你 好,謝謝 Betty 上個星期我不是叫你幫錄Ugly Betty 你有沒有錄錄? 有,Ugly Amy 在GVD錄影機裡面 你自己弄吧 我自己弄? 對,很容易而已,你試試 開電視 應該上精神科了 對了,你手足怎麼樣?沒事吧? 沒事 怎麼樣?搞不搞得好嗎? 搞不成 搞不成 搞機這當然是通常我叫老公做的 誰會 誰會 廁所有點流水,你等著… 當然是我上次琴錯製錄錯東西 有兩餅帶 你關掉了 你和Ivan搞什麼? 那天我和Ivan帶那個金星火星交流團 他送我回家,Goodbye kiss Goodbye kiss? Kiss了幾秒,Goodbye kiss 對…你說什麼角度的問題 我們現在這麼多雙眼都看到了 你又觸電了 你和Ivan觸電? 當然沒有 我和Ivan在一群朋友面前扮情侶 教他們相處之道 那一刻我們就很投入 不過你知道我們兩個很專業 初好身 那倒是,演戲不投入很難做 還有Kiss會令腎上善造飆升 引發到有生理反應 所以觸電很自然 就是,醫生也是這樣說 好,那你和Ivan平日水溝油 這樣也竟然有感覺 就是剩下這個題目就行了 好,讓我拿帶回去刨上它才行 謝謝,打開來 我一頓完成了 有微妙的奏 非常好 不如看你吧 我今天不是很想看, 下次吧 那你上去哪裡呢? 你沒意見的, 不如我帶你去地方 來 山頂風景看得多, 立場館真是第一次來 你的第一次就是給了我 剛才立場真的很像 轉給我吧 我免得讓你這樣游客抽水 有個真人在旁邊, 要抽的也抽真人 你看, 多可愛 我們這些是第一次來的 十幾分鐘就可以做到的 不如你試試吧 先生, 你們可以手手手做立場 很刺激的 謝謝 不錯, 很漂亮 很久沒試過了 終於回到家了 登了一整天車, 要刮斷斷, 很累 全哥, 你累嗎? 我幫你把東西拿上樓吧 一會兒吧, 你不累嗎? 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再撿 怎麼了?小焦 也叫你一會兒再撿 撿東西是小的 最重要是找他 不是, 我們特意上去都是為了簽證 不是特意上去找你的浩南哥嗎? 所以要謝謝你陪我上去 怎麼了?你找令姐嗎? 我用來找她? 不過這樣, 我們走開了幾天 房子就儲了她 我們現在回來 當然是第一時間宣示主拳, 是不是嗎? 我這麼吵, 她也不下來看看 是不是在樓上暈倒了呢? 上去看看她 不用了, 全哥 為什麼? 我想凌姐這件事都沒有回家 你看桌子和椅子, 全都鋪上去 真是的 告訴她, 有本事以後都不要回來 她不回來的, 我可以把整間屋用 她不回來的, 即是放棄這間屋的主權 有本事以後都不要回來 那些手信是特意在新疆買回來的 蠔提子乾 羊肉乾 真棒 這包好東西 什麼?蝦蜜瓜乾 比木瓜乾好多好吃 慢慢吃 不要客氣, 謝謝… 不夠還有的 Amy Amy, 嘗嘗新疆特產羊肉乾 小椒極力推介的 不嘗嘗, 很忙碌 嘗嘗嗎?羊肉乾, 你看多香 拿開吧, 一會兒鬆味 怎麼這麼快? 阿蘇, 不知道多惹味 這些羊肉乾 小椒平時不捨得讓我開來吃 就收起來… 收起來在廚房的廚櫃裡 看來我這次去新疆 特意多買點回來, 看她收到哪裡了 你?你很久沒開廚櫃嗎? 很久沒回家嗎? 搞定, 這個月終於有了結果 怎麼樣… 怎麼樣… 警告你, 不要打算 是呀 各位觀眾, 這個月的業績 非常激烈 怎麼樣? 前半段我們的老闆 他的科學配對獲得非常好的反應 成績一度超前 不過, 我們的老闆娘也不弱 在後半段 他搞了一個金星火星地球一日遊 獲得空前的成功 最後以百千大元勝出 慢著… 什麼金星火星一日遊? 什麼?誰想出來? 當然是阿鑑理想的 與我無關, 他們自己想的 他們想得到這些事? 我怎麼知道 狗仔心, 我跟你說了 我走開幾天而已 叫你幫我看月公司 現在看成怎樣, 輸了 你走開幾天交給我 現在輸了, 賴慘了我嗎? 行, 你這麼說話 男人大丈夫, 是不是? 懸賭服輸嘛 看死你了 搞了這麼多鬼靈精怪的事 都是想贏回廁所而已 行, 廁所身外物, 給你了 告訴你, 廁所我撿乾淨了 碼筒我都找人通過了 你敢回來用吧 是嗎? 為什麼我不敢? 我現在已經有廁所, 有廚房 下一步我就霸你的主人房 然後霸佔你的書房 霸佔天座, 霸佔花園 讓你站也沒得站 沒得站就坐 那睡一睡 Amy, 謝謝你 我現在回到FBI做事 我先去洗手間 Amy, 你幹嘛又沒有房間? 還坐那張椅子 椅子…你真可憐 我打算走開讓你休息一下 誰知道有個人也要坐著你 不讓你休息, 真的 這麼快回來? 阿柯也很順暢, 心情挺好 你胡說什麼? 平時被人氣壞的時候, 安不出 剛才被人安得這麼順暢 我明白了, 有心釀菜 我告訴你, 我這段電影還戳著 你不要惹我 你信不信我將來… 老虎狗, 我認識你多少年了 如果你的臀部有尾 你動一下臀部, 我也知道你想怎樣 你不是有心讓人 幫人弄上廁所 撿開就叫人搬回去了 那間屋我也有份的 難道有得它蓉蓉爛爛爛嗎? 有得它蓉蓉爛爛爛爛爛, 月尾了 讓業績不管 上去新疆和小椒, 靠羊肉嗎? 小椒的簽證舊期了, 你有沒有常識? 人家的簽證每九十天到一次期了 上次到期一頓, 你有沒有上去? 老虎狗, 你夠膽就對燈發誓了 如果你說謊的話, 你就變虧了 前些先言, 命運會不會好? 該死吧, 中了, 百口毒嘛 是嗎?我是楊彩? 那怎麼辦?現在整間屋都輸了嗎? 給他洗手間, 給他用一下而已 我告訴你, 他是個計劃 廁所的鎖, 坏的, 我特地不弄 為什麼? 他在洗澡的時候 衝進去就嚇死他了, 你知道嗎? 你掉下肚子撞死沙子了 我一個做兄弟在幫你撐著這盤生意 男人做大事的心肝, 硬心腸一點 雖心軟, 你快吃完這盤生意 拿著你家床, 趕到外面睡覺 又有人來廁所嚇他了 是, 我是心腸軟, 我不心腸軟 你每個月月尾, 這麼多錢花 行, 從現在開始, 我就鐵石心腸 你別求我, 你別求我, 你別跪我 我一個仙都不會聰明你, 告訴你 兩兄弟, 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是, 你看什麼對象 那個人和你什麼交情 我明白了, 你像貓捉老鼠一樣 不想馬上弄死他 捉到他, 慢慢租出他, 折磨他 是嗎?不要這樣, 不要緊 這個月輸了, 我下個月幫你贏 別生氣…沒事… 你看, 兩兄弟 懶神秘的, 原來帶我來花虛 有什麼好玩? 好玩, 去玩玩完就沒有了 不過買盤栽植物, 生家放 又可以欣賞久一點, 是不是好嗎? 那你有什麼意見? 那…抓鐵樹吧 你也喜歡鐵樹嗎? 不是我喜歡, 是你喜歡 你剛才介紹得這麼詳細 就知道你喜歡了 其實你喜歡就行了, 不用問我 不行, 你是屋主嘛 又是我的同屋主 那我一定要問你意見 怎麼了? 覺得你不一樣了 有什麼不同? 說出來你別生氣 好, 比起以前的你會先買我回家 然後等我發現 如果我發現不了, 就… Chu Chu? 女人很多時候都是口不對心的 有事總是不說出來 只是收收賣賣, 教你一發不我收心 容穿得自我反省 誰教你?是不是這個軍師? 不, 是你 我? 你們那個金星火星交流團 和地球一日遊 Carol借稟帶我看的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男女相處有這麼多學問 我真的學了很多 原來上了課, 難怪這麼聰明 明師出高徒嘛 當然, 簡直清出於男 那你打算怎樣獎勵你 這麼勤力的學生? 獎勵你一口 不是, 獎勵你一棵鐵樹 一棵這麼少? 好, 由現在開始 我不再口不對心 我要很坦白地跟你說 我其實是想要… 這個…還有這個 為了不辜負你這麼尊重我 我也先選一件 師人獎 為什麼? 不用… 你這麼懶惰, 你給錢吧 你給錢, 你給錢 幹什麼? 幹嘛這麼好笑? 盤災哄得我開心 你說得對, 在家裡放綠色的東西 真是聰明了很多 是呀, 專家說 這房子放綠色的東西 可以給人寧靜的感覺 還有可以安定情緒 那你現在情緒就安定了 很應該早點睡, 明天還要上班 好… 到時候紅貓眼睛就糟了 那你早點睡, 你還沒洗澡嗎? 是呀 那明天早上我早點起來 煮早餐給你吃吧 如果明天早上鬧鐘響 你也不知醒, 會爆你的門 這麼嚴重? 是呀 來 這邊待會 dei 她是那裡的 Лю子 kap, 你走… 都對 functioning 我的臉 你真的, 不用心 開門的 不用遮蓋了,認得你 我家裡爆水管 我就打算回來洗手間梳洗 你們這些人是誰 這麼喜歡借公司的廁所用 公司的廁所比較香 真的要向公司負責你們 什麼事? 不用擔心 你沒有批檔的樣子,沒怎麼走 起碼眼耳口鼻也在那裡 還好,你的新髮型也挺漂亮 挺像海膽 不過你身上那股海水味就… 早安 早安 怎麼這麼開心? 準備了這個豐富的早餐給我? 早餐當然準備了 不過你最好可以跟醫生 看看你的好姊妹 你先看看,他好像有點不妥 不妥? 算了,看你的都是你的客人而已 又不是你的情人 看來真的出事了 還要很嚴重的那種,什麼事? 家裡爆水管 我們的家屍電器全部浸泡了 就像Lan說的,在水中藥 是誰?笑人家? 對不起…我知道我不應該笑 不過我真的從來沒見過你倆的樣子 尤其是Carol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的髮型 你平時打扮得很癢,太有趣了 你怎麼不告訴我,我的頭髮這樣 你有沒有同情心?好姊妹 太有趣了… 對了,你怎麼知道我們是在這裡的? 當然是我的敵人告訴他 他幸災樂禍,到處唱我 否則咪咪怎麼會這麼快就脫脂 你又沒這麼說,Ivan也是出於好心 他特地叫我進來看你們倆有沒有幫忙 你叫他唱小兩句就當幫忙吧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找五星級酒店 貴貴我也要的 我不可以再讓人看見我的內容 你先別這麼衝動 你想想,家裡所有的電器、傢俬 地板都要換過了 這不是兩三天的事 裝修要錢 現在還要加上五星級酒店 數字很耐用的 難道睡在診所嗎? 不錯,不錯 沒問題 這樣吧,我們一場姐妹 如果我有難,你們一定會幫我 現在你們有事,我不會不理你們 我有個地方可以免費給你們住 老虎狗,你真是不要再心軟了 要不然我不會讀竅 我回家多大教訓 你現在幾歲了?別這麼長氣這麼慘 好嗎?總之我答應你了 我跟他鬥到死的天都鬥了,好嗎? 不過現在最重要是先拿個徐廣 我真的不想再吃即食麵 不想再吃外賣了 我快還沒精毒了 你今天鬥心就對了 我做兄弟的,我幫你按卡 你幫我按卡?轉死性嗎? 老虎狗,有一張卡 我這輩子做了這麼久,我還沒按過 就是我老總的那張友情牌 我跟他說了 我要找個電視台跟你做訪問 和我做訪問?這麼好嗎? 想到電視台做訪問 當然是介紹余光愛 是嗎?有,最重要的 什麼? 什麼? 介紹你老虎狗這個褲子 讓人家想到餘狗愛也要認住你 一定要找你 是呀,做訪問就是上電視 上電視很多人看到 那要不需要做阿菲嫂 把衣服全都買了,專用髮型 真是,不用笑,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你…你現在要做的 你找一個成功個案給我 準備好,省領魚股愛的招牌 那就容易了,馬上上房找給你 好心,你這麼大個兒子 有頭髮又怎麼樣?沒髮型 喝一整套都是,先去廁所 有尼泰國,大人幫你 讓我給你,不然很為何 你很 evangel… 你真是神經病 你不死掉, Isti Vyek 你真是神經病 是怎樣的? 什麼事… 你別這樣子,你別再吵架 你別作弄我,你別推開你 不要再打擾我,你別放我 你別關我,你怎麼走? 你不要爭論我,你怎麼搞我 他躲在浴缸上, 安裝人家去廁所 不吧 你不故故安裝我, 你那個老體狂 我不用安裝你洗澡 他洗澡不關門, 特地ows男人 老虎狗你小心點, 你看著他很危險 你明知道我在這裡洗澡 特地叫開門把我安裝 勾開門就好 沒錯…先別吵了, 甚麼叫開門 這是廁所門? 不, 這是廁所門, 早兩天弄破了 即是一場誤會, 你們倆也無心 有沒心我就不敢說 大家敢說吧 你先靜點 Betty,為什麼你會在我的廁所洗澡? 在這間屋的另一個屋主請我來住 請你來住為什麼?你沒家嗎? 我家裡飽了水館,正在裝修 Mail叫我來這裡住住 你來就Carol也來過了 加上Mail三個女人怎麼迫在一間房間? Carol沒來,她很聰明 明知這裡有個變態老人 早就租了酒店住了 明知他什麼時候回家? 他不回家了 他不回家?為什麼? 不用問了,老虎狗終於肯認輸了 他不在這裡住,不代表他放棄這間屋 他搬去Ivan住 當初我不明白為什麼他要搬去Ivan住 但我在這間屋住了三小時都不夠 我明白了 明白了?現在你就是老姑婆 不然Mail會搬來和那間房間一起住 還有人都走了 怕你老姑來扮住這間屋做什麼? 關你什麼事? 他們倆婆婆的事何時都可以出聲 不關我事? 我和親如兄弟情同手足 我們肝膽相照 不關我事,關你事 老虎狗學會滾,都是因為你 把這個新姊妹回來家住一屋兩妻 最壞都是你這個死任聰 你說什麼? 你不是兩個人一脫窩 你夠膽? 我… 我也不知道為何要和你爭吵 簡直辨對我的人格,免得理會你 老虎狗,被人踩到胸口你出一句聲 你讓賽了… 現在地盤輸了給別人 連臉子也輸還給別人 連臉子也輸還給別人 我…免得理會你 全哥,你不換衣服就睡了嗎? 你休憩我吧 你沒事吧? 我沒事 是有些事情想得也想不明白 為甚麼?我一直都很想趕走那臭臭臭臭 到她現在走了 我又不覺得開心 又要和她鬥 又承擔不起結果 那鬥你做甚麼? 爭贏了,是不是一定會這麼快樂呢? 現在事實告訴我 我一點也不開心 小趙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看,你們這些新疆人 怎樣才叫快樂呢? 我們看到藍色的天空 一大片的草地已經會很開心了 全哥,你嘗試幻想一下 當你做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個人很渺小 事情就會更簡單 其實我們很多事情 都不是很執著而已 唯一令我們執著就是家人和情人 像我這樣 我只想紅藍哥平平安安地回來 還有你 我看到你活得開心 我已經很滿足了 我明白 天大地大, 相對來說 人就變得很渺小 人人都這麼渺小 那還鬥來做甚麼? 沒有了鬥爭 就人人都開心快樂了 想不到我幾十歲 還要找你這個小女兒教我怎麼做人 想起來也有點臭 其實你也可以學習 懷著寬懷的心 不要跟凌姐鬥 小超 有時的事說得容易 做得很難 不要緊, 你要我回頭 我要拿出很大的勇氣 那不如你嘗試幻想一下 如果你明天死的話 你會不會再跟你姐鬥? 我做兄弟也算不說就行了, 是不是? 和你做完專訪之後 電視台立刻找你做訪問 不過最不可以把那隻Mail Mail 他又可以出鏡 其實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心軟 你答應他嗎? 是電視台要求叫他 他畢竟是余光愛老闆之一 余光愛發展到今天 有這麼多特色的東西 譬如粉紅救兵 Mail Mail也付出很多, 是不是? 那如果待會兒的主持人 問起這些東西上來的時候 讓他們回答是否好一點, 是不是? 都不知道你說真的還是假的 開車 所以說真的嗎 既然老闆 沒有像什麼 被守護人 你不會人呢 就對那些人 時, 但… 你絕對你 我不會再說 那一刻 有點… 大概 你就得這樣 你每次都會 拍攝 我不會再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希望你能看到婚姻介紹所的創辦人 江凱全先生和他的好拍檔 妙齡小姐一起上來 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心得 多謝兩位 江先生, 想請教你 為什麼會開始這個婚姻介紹所呢? 其實那時候我純粹是為了自己 那時候我還是單身 當然希望結識到女朋友 最好找到另一半 開了一間婚姻介紹所 怎料開了之後 原來才發覺有很多人都不照顧 叫我來做活動部經辦 需要這個行業去幫忙 其實我們公司除了很多傳統的 單對單配對和速度約會之外 最近我們還加插了很多 新形式的配對 不如請我拍檔, 妙小姐介紹一下 臭小姐, 懶大方 我們為了會員有更多機會 和異性交流 我們會舉行很多不同的功能 還有我們有一對粉紅救兵 專責為會員全面提升他們的質素 還有什麼其他呢? 我們有歐洲現在最流行的 科學配對方法 來了解會員的性格和他們的需要 找出他們最佳的對象 真是活該 你毀壞人, 現在吃虧張了 我們倆雖然做不成夫妻 但是再見也是朋友 我們也很樂意以我們拍檔的關係 為客人提供優質的服務 以及為客人謀求幸福 這個答得好 假裝裝有風度, 高招 那兩位經過和合之後 有沒有機會有伏合的可能呢? 兩位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稍後我這樣問好嗎? 我會問兩位離婚之後 大家的感情生活會不會怎麼樣 譬如有沒有拍拖 不好意思, 安德尊 我們之前說好了 是接受半個小時的訪問而已 現在夠了, 我們還要趕去見幾個客人 我們先走了 走了, 再見 阿全, 還有客人? 沒事, 在鏡頭面前扮得客人幫著他 懶惰風度, 這次就加分了 你說什麼? 你的戲好, 我看得到嗎? 差點流淚了 夠了 我明白的 我那個人來做事, 電戀 走吧 好, 走吧 你想演戲做到什麼時候? 什麼? 你想在人面前扮英雄而已 好, 你做得很好 都取得分了 但現在這場戲已經做完了 麻煩你收回你的戲吧 什麼? 什麼?你做戲當然要做全套的嘛 這裡是電視台 很多記者, 很多狗仔隊 被人拍到我們這樣就不太好 說真的, 我不是為了公司 我想我不會這麼做的 魏君子, 放手吧 放手 晚安 王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楽 音楽